大家好 奈奥米又来讲抽象事物了 灵魂是什么 灵魂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对灵魂的概念大概只是这个单词 或者说我们隐约感觉到灵魂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以接受 我们的灵魂会转世这个事实 确实是这样 从我前世催眠的例子来看 我们的灵魂会转世 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大部分人所想象的 如果我有一世做过很好的事 那这次这个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安逸 但如果我做过相反的不好的事 那我就会受苦 从我前世催眠的案例来讲 并不是这样 灵魂在他离开身体的时候 他并不会马上 投生到另外一个一个一个人的身体里 去被出生这样子 他会先回到这个灵性世界 灵性世界就是我们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多维空间 那在这个灵性世界里 灵魂会遇到他们的灵性导师 或者他们的守护天使 或者他们的家人 他们去世的家人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灵魂会做什么 灵魂在离开他的躯体以后 变成灵性的存在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他所有的记忆 灵魂具备所有的记忆和所有的智慧 所以在我们作为肉身的时候 我们是缺乏这些记忆的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灵魂来到这里做什么 在我们决定投生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一定是灵魂在学习 它在不断的进化 从小学程度到中学到大学 然后到博士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会不断的学习 甚至很多人认为 我们所受的苦 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能够让灵魂进化 是这样吗 如果用我们人类的逻辑思维来推理 如果我们的灵魂在灵性世界 是具备所有的记忆 和所有的智慧 那当我们的灵魂 进入到这个三维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我们反而降低了 我们灵魂的 对事物的了解 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学习吗 这就好像说 一个人从一个非常高级的地方 一个可以说他已经是博士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到一个 更低级的一个环境里 这里的学习到底是在学什么呢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因果 就是我们以前做过的事 我们要用这一时来偿还 或者我们 就是因为以前做过很好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享受这一生 是这样吗 那从我前世催眠的例子来讲 不是的 那现在我们就一定想知道 我们的灵魂来做什么 我们的灵魂要我们这个躯体做什么 这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话 是不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失去了意义 那灵魂到底要在这个三维空间里 学习什么 做什么 灵魂在灵性世界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在那个世界里 我们并不需要工作 我们不需要去创造物质财富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可以用我们的 我们可以显现出来 可以说是一个心想事成的地方 可以说是比天堂更美好的地方 那我们的灵魂来到地球 一定是有它的一个目的 灵魂在灵性世界里 它可以了解所有的概念 它知道所有的事物和事物的本质 但是这并不表示 它可以真正的去感知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善良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非常了解这个单词的意义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善良是什么样的一个举动 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善良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件事 去帮助一个人 去做一件我们认为是善良的事 我们永远都不会对他有真正的体悟 真正的理解 这就是一个比喻 所以在灵性世界 我们作为灵魂的存在 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体悟到 直到我们有身体 这个物质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体验 那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灵魂的目的 它是来通过用这个人生 用我们的身体来体验所有他的认知 那这还是有点抽象 就是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什么呢 灵魂要我们在这一世上 用我们这个身体在不断的去做事情的时候 去不断从中体验我们自身的价值 那现在我们用人类的逻辑思维来推理的话 那应该是我们可能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来体验很多的概念 那我们平时在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工作 我们需要不断的积累财富 我们会有家庭 会有孩子 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忙 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忙碌的人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体验呢 是的 这是一种体验 但是灵魂的体验有这么一个独特性 就是灵魂它要我们做的事情 是在我们自身不断创造自我的时候的体验 那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份工作的时候 如果这个工作只是为了谋生 为了养活我们自己 或者为了财富 这份工作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喜爱 或者我们认为它是有意义 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 只是因为它可以去创造物质 我们需要的物质生活 或者我们希望得到的物质生活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再重复一件事 不断的重复 那如果是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感觉到有责任 或者义务 我们在做某些事 比如说我们的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 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在做这件事 我们在帮助某个人 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义务 有这样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感觉到一种兴奋 那所有这些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去付我们的账单 才能够买到我们想要的房子 或者我们会符合社会上对我们的期待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丈夫 好的妻子 好的父母 好的家人 那这些时候 我们会怎样感受到 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灵魂的语言 灵魂就是不断的用我们内心的感受 来告诉我们 来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当我们觉得是义务 是责任 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奈 甚至空虚 甚至有时候会产生出厌倦的感觉 可是我们不会去理会它 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因为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要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这就是必须的 我们需要努力 我们需要奋斗 我们需要克服所有这些艰辛困苦 但真的这些就是我们的灵魂 要我们做的吗 我在另外一集讲过 如果我们有时候会生起某种念头 或者我们内心有一种感受 我们对某些事情是有兴奋感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种喜好 这样的喜好 这样的爱好 可能不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 在经济方面 但是我们内心知道 这是我们喜欢做的事 比如有些人非常喜欢写作 有些人喜欢音乐 有些人喜欢去冒险 那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这并不是因为别人在做 你才会做 对不对 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在告诉我们 这就是会让我们兴奋的事 那如果我们跟随了这样的感觉 我们去尝试它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为有这样的兴奋感 所以我们会非常乐于去 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或者我们会不断的感觉 我们具有创造力 因为我们喜欢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得好 在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到 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更具备创造力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灵魂在不断的 让你感觉到 你可以不断的创新自我 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挑战自我 从而更增加了你的兴奋感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可以让灵魂得到 对它自我的意识的体验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解释的概念 能够 能够让别人真正了解 这个意义 就是灵魂它需要 不断的通过自我创新 而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或者对自我的认知的体验 但的前提就是 我们做这件事 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 我们没有选择的 要这样做 而是我们自愿的 我们非常乐意的 去做这件事 这时候灵魂就得到了体验 那可以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没有 做灵魂 没有 认为它没有 重复说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没有浪费 这个灵魂 它要我们做这件事 用这个身体来体验 这个人生 这件事 就是我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会怎样 如果没有跟随 我们的心 会怎样 我会下次再 下集讲 谢谢观看 欢迎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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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